哈喽大家,我是穆迪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科学护肤,理性种草 开始我的年度Top5特辑了 我决定从VC开始说 因为它是我每天早上必用的一个成分 我必须早上用完VC 我才觉得很安心 然后我才会出门 可以让脸一天下来没有那么暗沉 而且VC还有抗老的功能 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今天上榜的这些产品呢 这五样,五个VC精华 不仅要成分好,还要使用感好 不可以有铁锈味啊,烤肉味啊 然后它不会快速氧化 不会说用两天那个液体就变黄了 然后上在皮肤上也不会黏 不能影响我后续上妆的效果的 第五名是我上半年最爱用的 Dermalogica Biolumic C VC的小奶瓶 肤感非常好,非常好吸收 偏干皮用起来完全不会干 偏油皮也不会觉得腻 它的单价价格比较高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不是单一的VC精华 里面也添加了果酸 还有其他一些抗老成分 那它是我今天所有说的精华里面 唯一一个孕妇不可以用的 因为添加了果酸 里面有低浓度的Lactic Acid乳酸 有一点轻微的去角质嘛 帮你打开皮肤的通道 让其他产品更好的被皮肤利用和吸收 VC的成分呢不是原型VC 它是两种VC衍生物的复合成分 非常温和的帮你提亮肤色 用起来非常舒服 上脸就像上了一个保湿的精华乳一样 里面也添加了一些抗老成分 比如说像多钛呀 里面有三钛 还有玻尿酸 无论从配方还有质地来说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说唯一的缺点呢 是它里面添加了一点点的柠檬提取物 超级敏感肌 你不能接受一点点香料的人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避免它了 第四名呢是经常在我视频中出现 尤其前几年我一直在说的 The Ordinary的12%的抗坏血酸 透明质地 无色无味 上脸快速吸收的感觉 非常适合偏油皮 混油皮 痘痘肌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 Ascorbic Glucoside 简称AG 它也是一个VC衍生物 但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的液体非常的水壮 完全没有那种油膜感呀 油腻感呀 而且它在科学文献上 AG这个成分呢 它的美白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非常的不刺激 温和 尤其对刚开始使用VC的新手小白们 我都会推荐这瓶 因为它是VC衍生物嘛 所以你要注意 它是需要转化 才可以变成Ascorbic Acid 然后被我们皮肤吸收的 所以它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快 Dehonorate都是原料桶 它每一瓶都是一个原料嘛 所以它的成分会相对比较单一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它价格比较低 你自己用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侧重于蛋斑的话 你可以自己添加一些像传明酸啊 抗氧化可以添加一些阿胃酸啊 它的液体融合度也很好 你用完它之后当一个打底 再添加其他的美白成分 其他的一些Active Ingredients 也不会搓你打架 前三名 其实在我心里是不分伯种的 都有各自的闪光点 那第三名是BowLab的VC精华 他们家哦 这个包装很独特 它是放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每一支都是单独的小包装 每一支都有15毫升 那小包装就可以让它的液体 非常的新鲜 因为VC是很容易氧化的 尤其是添加了圆形VC的精华液 这个精华很厉害的是 它添加了11种VC 包括圆形的 也包括各种的复合物 所以它是从里到外的美白 从里到外的抗氧化 让你皮肤很有弹性 很紧致的 现在摸上去 它还凉凉的 因为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所有有圆形VC的 我都会放到冰箱保存 尤其是像我喜欢囤货嘛 如果你囤太多的话 你最好刚买回来 直接放到冰箱 可以保证它的液体 不会泛黄 不会氧化 不会在你用之前就失效 它的配方也很绝 它是有一点水油分离的 它的上层呢 添加了绞砂丸 还有红膜药醇 相当于在你的VC上面 加了一个保鲜膜 用这些成分呢 在上面覆盖住了 这样它就不容易和光 还有空气反应嘛 它的液体永远保持这么新鲜 你每次摇匀之后再使用 它完全不油 和你想象中的 某力可的精华 完全不一样 虽然它也有圆形VC 但它没有烤肉味 没有油膜感 一点都不厚重 就像水一样就吸收了 我也有测试它的PH值 因为含有圆形VC的呢 PH值在3.5左右 你的成分它的效果才可以发挥最大值 那这款测试了 是完全是在酸性那个范围里面的 证明它的圆形VC上脸是有效的 这个小包装设计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它上面啊 打开以后它的低管是有刻度的 0.5就是一次的量 也就是半低管 上全脸就是一次的用量了 在它成分这么多元化的情况下 还可以很适合敏感肌 我上脸时没有任何刺激啊 没有任何痒啊 没有泛红的情况 下一个一定会在前三名中出现的 Timeless VC精华 我手上这瓶是最新的那款 10%浓度的 那黄色那款是20% 也是最先出来的 10%呢就更加的温和 更加适合新手 它也是冰冰的 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证明它的成分也是圆形的VC 里面有CEF 这个组合可以真正促进肌肉蛋白 让皮肤紧致有弹性的这个成分 修理可平替 说的就是它了 如果你想尝试修理可的话 你不妨从它开始入手 看看你皮肤是否耐瘦 是否适合维生素C 你别看它这么评价哦 它还是复合配方 玻尿酸啊 泛醇啊等等 还给你保湿 里面的阿胃酸也是抗炎抗敏 减少紫外线的伤害 它的质地也是像水一样 完全不油 没有什么味道 找不出什么缺点的一个维生素C了 价格又这么评价 第一名 当当 Fersive Beauty的最新的10%的VC精华 已经在我近期好几个视频出现过了 我觉得它是综合实力排在第一名的 首先它是非常是个敏感肌 你没办法用VC的人 很多人用VC就会过敏 就会泛红 就会不耐受 你可以尝试一下它 它用的Eso Ascorby Acid 接近圆形VC的VC野生物 但是又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不刺激 它的质地超级的像水 超级的轻薄 轻透 绝对不会长 粉刺啊 脂肪粒啊 痘痘啊 都不会 成分 C E 用起来蛮舒适的 它不是精华液哦 它是一个面霜 新出的宝拉C5VC面霜 它里面有5%的维生素C 还有多泰 维生素C呢 它用的是 刚才我说的Eso Ascorby Acid 还有AG也有添加 它相当于二合一了 精华加面霜 很轻盈的褶离乳霜的感觉 我觉得冬天的话 可能干皮会觉得太不保湿了 油皮用是刚刚好的 宝拉C的东西都是不添加香料的 吸收也超级快 当一个打底的妆前乳也很合适 它同期还配了一个眼精华 我看了一下成分都差不太多 你不用再多花那个钱去再买一个了 用它一个就够了 这也是我刚刚用了一周吧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推荐给大家 那总结一下 各个肤质都适合用 我刚才说的哪几种呢 偏油皮的 The Ordinary Bow Lab Fersi Beauty 它们三个都是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像水的质地 偏干皮的 推荐Timeless 还有Dermalogica 那款非常适合偏干皮 那敏感肌呢 你就可能要尽量避免原型VC了 VC衍生物的都可以试一下 像Fersi Beauty啊 还有The Ordinary 非常适合新手的VC精华 好 那希望这期对有选择恐惧症的你们 有所参考 如果你用过哪些觉得特别好用的呢 也可以在留言 跟大家分享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按赞哦 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吧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